大家好,我是顾允琼博士,当地时间2021年6月17日,美国密歇根州警方称 上周末在银湖溺水的密歇根大学毕业生已经确定身份,他就是23岁的王菊涵 1997年出生于包头,6月12日在密歇根的一个湖中与一名男子一起划奖时失踪 这名男子在回到岸后又回到水中寻找这名女子 他的奖板被冲到岸边,促使海滩关闭和警方搜查 王菊涵今年春季毕业于密歇根大学,获得了造船学和机器人双硕士学位 之前本科在南开大学获得了金融经济学学士 警方还在调查这起命案,这起事件很奇怪 因为滑水板一般都有绳子和脚连着,而且玩这个游戏的一般都有泳衣 所以说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有保护措施,另外也要和合适的朋友一起出去玩